Gavin 今天要介绍一个1892年的牌子 不要以为是瑞士标的百多年历史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美国牌子 以时尚标来计 有百多年历史真的不容易 应该是有它卖点的 这个牌子我们也介绍过 是什么牌子 Yes, Ingersoll 这个牌子最出名的是什么标 我看到的答案 Skeleton标 漏空款式的手标 是 因为你想想市面上 现在真是主力去做漏空标的牌子 我又真的数不出有多少个 还要大部分款式 以前也有一个Kenneth Coe 现在我真的数来数去 都好像是主力是Ingersoll才有 看到一枝难搅 比我一臂质吉 它又这么有心机弄 弄得这么英俊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个 就是今年Spring Summer 24的 最新款式 这两个标其实都挺大 没有你那么想的高度 我觉得都比较难听到一些 哇 又真的挺合适我的手型 虽然我不大一枝 只要标大一枝也好 顶一顶 其实现在你手上圆弦的那一枝 如果看数据是多大一枝 是45mm OK OK 但看起来 在你手上就不是太大 反而现在在我手上的这枝 方圆这枝 相对数据上是小一点 42mm而已 不过两枝标 其实拼在一起看起来 差不多尺寸 做得到这些Scalative的标 当然前后也会有透视 这是重点 还有其他规格也挺不错的 防水有五个ATM 然后带子其实很帥 我觉得拿上手去整个质感是 那个降水 那个银嘴很好 还有这个牌子我很记得 就是它有一个超大的卖点 就是它终身保养 没错 市面上如果以外之道 中心保养是只有这个牌子 这些手标平均的价位 都是三千多四千元左右 都是很合乎经济的原则 嗯 不用拿过去美国弄的吧 不用 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